俊凯 欢迎你 你好 好 18号当天 你被联合国环境署 授予亲善大使的称号 成为最年轻的亲善大使 你觉得自己 为什么能够获得 这样的一个荣誉 之后你有什么样具体的计划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在青少年这块 可能更有更多的号召力 希望得到这样一个称号 也希望把之后的 环境署的工作能够宣传 不管是还是什么 就做到实处去宣传 然后呼吁大家一起来 关注到这样一个活动 也能够去参与到 这些的活动里面 第一个最具体的行动 你打算做哪方面的 因为之前也是会 声别呐喊这样一个活动 所以我应该会继续关注 野生动植物这方面 自己的这种明星身份 在推动环保方面的作用 你希望自己 有什么样的号召力 我觉得这个身份 对于我来说 可能是比较便捷的一个 去达到让大家加入到 这个活动里面的一个方式吧 但是我也希望 大家其实不是冲着这个来的 是真的是冲着对环境保护 这样一份心去保护自己 也保护其他的一些生命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 那种精神心态 我觉得才是一个 对环境保护 是真正投入到里面的一个心态 好 接下来几个快问快答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什么样不环保的行为 让你最愤怒 随手吐毯 随手乱人垃圾的那种 自己做的最好的方面 你觉得是什么 觉得就是不随手扔垃圾 就是很少用一次性的制品 希望你在未来 在哪些方面有更大的进步 希望能够去 就是亲自去探访一些项目地吧 那么在整个 参与到环保的这种活动的过程中 到目前为止 你觉得让你印象最深的瞬间是什么 可能就是我声音呐喊的时候 看到那些宣传片的时候 看到那些动物 野生动植物的那些画面场景 会让我真正感受到 我们未来的环境真的恶劣之后 我们可能 人类也会有一些的 做出的一些改变 我觉得是从现在做去 为环境保护 做一份自己的力量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画面 留在你的脑海中的 哪一个画面 我记得当然是大象 大象 你最想保护什么动物呢 我觉得都需要保护 你最想变成什么动物 如果你可以的话 我还是想当一个人 你觉得生活中最无助的时候 不光是环保吧 生活中最无助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大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觉得每天都很开心 就是每天睡醒 发现睡了个大懒觉的时候 如果大体的病人 总想要受到 请不吝点赞兰订阅 请不吝点赞兰订阅 转发现睡觉